好,回到這個星期的中央廣播電台粵熱節目 自由廣場桑普時間 我們繼續有潘先生,潘月良先生在我們旁邊的 出色的填詞人和讀演 我們看看上個星期,我們講到香港人的身份是怎樣形成的 細微從五、六十年代一直到七、八十年代的一個轉變 潘先生,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我們上節一開始就講到了 香港人的特質是什麼? 在過程中,你看到香港人有什麼特質 有什麼你喜歡的、不喜歡的 我覺得其中一樣我觀察到的就是 香港人如果跟很多,譬如說台灣 或者其他地區的人比 香港人是比較上 如果我們在一個地方有時間性的就是歷史 即是說是打直的 打橫的就是同一時間的 所有不同地區的一些發生的事情 香港人是比較上 香港人是比較上 不是這麼重視 我必須說一下,傳統下來的 過去八、九、十年代 不是這麼重視歷史發展 嗯 似乎他們是在同一時間去涉獵不同的地方的事情 是還有興趣的 譬如說,同一時間日本流行些什麼 歐美那邊流行些什麼 然後在香港裡面又流行些什麼 可以做些什麼 譬如說,如果這些日本歌 轉了來做廣東話又怎樣 對比來說,如果你去看 譬如說一些文化的產品 好像電影那樣 你看到,譬如說,校孝然 在台灣拍的 或者是陳君厚或者他們拍的 他們往往在電影裡面都是希望 去反照台灣一段歷史怎麼下來 然後呢 對於他們今時今日那個主人物 就是主人公有什麼影響 譬如,侯孝然的《悲情城市》 舉例《悲情城市》 或者《小筆的故事》 或者是《一一》 這些戲都是這樣的 尤德昌也是另一個代表的導演 但是香港呢 他們就說 我突然間有個香港的 很好笑的環境 總之大家很好笑 但是他們笑得來 他們那個背景可能就是 這邊又這樣這樣這樣 那邊又打爛東西 那邊又怎樣 就是他們很多不同的事情 而是穿插地來發生 就很少會說 我們上一代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變成怎樣 我講的是 全盛時期的那些 這個叫做 電影文化 相比之下呢 我的觀察就是 我的感覺就是 香港人比較少去碰這個 直至到 舉例 譬如說 王家衛阿非正傳有 但是呢 到另外一些 譬如說 重慶森林 重慶森林 就是說 不同的故事 在香港的不同的地方發生了 就是 比較少的 就是說 阿非正傳是有些背景 有些說上海 有些說 就是 小小歷史的感覺 但是 都是小的 但是 觀察的情況就是說 香港人是比較喜歡去看潮流 看不同的地方 發生一些什麼 就是最特色的事情 然後去做 這個可能也都是同 因為 我們上一次的節目都講過 就是說 因為我們上一代 或者我們再上一代 其實他們都是 各人是 有少少是 漂流 就是說 在 上次說 上海飄了下來 在 潮州飄了過來 或者有些在大馬 回來了 那 變成 就是說 比較上 不想這麼認真 或者不想這麼 香港人 其中的另一個特質 就是說 希望 娛樂 開心 散心 不會說 這麼認真 去 要去處理這些事情 這個是其中一個得點來的 是的 我覺得好像 以前唐君偉先生說過一句說話 就叫做花果飄靈寧根至直 好像你這樣聽你說過 寧根至直就很著重 很現實 很實在 很有存在感 但是它對花果飄靈的過程 或者之前的歷史 或者之前的歷史 可能有些 有些是想 先放開一遍 就是可能有一個什麼地方 我有沒有一個斷片 是有時候 就是這些事情 不是很刻意想說 有些事情 你說到想像中 古代的武俠世界 想像中的中華世界 他說很多 是 但是你說在 他父輩的 跟他自己 飄靈 那樣東西 有碰到 我剛剛說完全沒有 有電視劇 也有說到這些 是 但是呢 不想很刻意 就是抽屍剝繭 那樣 就是好像拍了一套電影 抽屍剝繭 將這一套東西 完全 擺出來 我記得沒有這些 是的 因為可能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上次都說 就是說 香港有左派有右派 就是 在六七十年代 乃至到八九十年代 就是說 要去碰觸這些 歷史的問題 就會碰觸到這些 所謂政治敏感的問題 那麼在香港 還是很放任的年代 基本上是 往往 就是碰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是拿來開玩笑的 嗯 例如 表姐你好野 是啊 哈哈哈哈 真的 張娟廷這些 就是拿來開玩笑 哇 你這樣這樣這樣 就變成這樣這樣這樣 你試試這樣 就是 仍然是 就是說 想找一個 好笑的 娛樂的基礎 來處理這些 這樣的事情 那麼 我們 另一個 我覺得一個特質就是 其實 在八九十年代 或者七八十年代 一路下來 其實 香港人 承認了之後 其實 是很包容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特質來的 是 就是說 我剛才講過 不是 上一次講過了 就是說 對越南難民 來到 第一 西洪港 讓他們住 就是有難民營 然後就是說 有機會他們都可能會出來 就是 放假 然後再回去 等等 當年 基本上來講 沒有出現過任何大的事件 就是說大家都很樂意去接納這件事 直到就是說 完成歷史任務 沒有什麼說 哇 就是很戒備啊 很衝突啊 然後又去圍啊 又去示威啊 沒有的 就是我記憶中 就是說 有些反彈的 就說得 哇 真的很擔心啊 他們在戰火過來的 懂得打仗的 會不會有 軍 就是這個 軍火啊 或者有些 出來會打劫 什麼的 那時候 最初是有過這些討論擔心 嗯 但是呢 講完就沒有了 就是容許 那反而呢 就是說 在我們的電視 或者是電影文化裡面呢 很多同情他們 就是譬如說 《胡遇的故事》啊 就是等等 就是《投奔老海》啊 就算後來這個 就是 那幾個 那幾個 那套戲的 就是《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 楊之哥都說了 就是 比較上同情一個 戰亂的地方 就是比較包容性的 就是不會說是很對抗性的 那甚至呢 就是說 我們記憶當中 都記得 很多在 內地 去到香港發展的藝人 其實 香港當年 是從來沒有排斥他們的 是 黃正文啦 黃飛啦 黃飛啦 黎明啦 是 乃至到後來的 張敬軒 是 其實 還有陳雷 還有很多人 是啊 沒有 因為他們是 不是在香港出生 或者 沒有因為他們是 哪裏哪裏 哪裏 或者什麽 就會覺得 我們不要這些 我們不看這些 沒有的 是啊 是呀 90年代台灣有蘇銳 其實一直 廣東話不是完全正的 但是很有特色 是啊 那時候很喜歡 是啊 所以就是說 在傳統 如果叫傳統 即是說 五六十年代 我自己 見到的香港人的發展 我挺欣賞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說 他們都挺包容的 他們都挺願意 和別人 與人為善 與人為友的 這個我覺得是 一個挺好的特質 所以剛剛講的兩個特質 一個就是 少了中向的觀念 敵史觀念 多一些橫向的一種 吸收多元的東西 是 也是 很重的多元的包容性格 那你覺得 香港人有沒有什麼 缺點 覺得不喜歡的東西 當然有 剛才講一下 就是說 他們比較少 中向的分析 令到很容易 會是 潮流 是 跟隨潮流去擺動 嗯 那這個 有了 又不了 就是 有時候會覺得 哇 很潮 很新鮮 很厲害 但是 就是說 有時候就會覺得 很多的 比如說去看一些事情 比如說 或者是 評價一些事件 或者是作品 那個的 基礎 的理論 以及觀察 就 可能會是淺薄了一些 嗯 相比之下 就是說很多時候 比如說 為什麼我們 看回頭 很多時候 香港的電影也好 什麼 就是我們會掃出一些 啊 外國的權威 說他們說得 為什麼還 就是 那個文路 或者那個 評論的角度 就是我們還要借鏡 還要去欣賞 還要去 還要去 覺得他們更清晰一些 嗯 反而 就是我們自己 語言我們又熟了 就是 也都是在這個市場裡面 活躍 為什麼我們 有時候看回 那些 評價 或者是一些 寫 評論的 好像還是 就是 糊塗過 就是外國人寫的 那樣 那有時候就是 這個是 可惜的地方來的 嗯 但是都我剛才說了 就是可能那個 整體香港人那個發展的 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文化 我們的 走勢 是這樣 我們 如果注意了它之後 可能我們將來那個發展 又會不同 嗯 我們看到很多 就是 就是很多 譬如台灣的人 會跟我講一些 或者看到很多 香港人都會跟我講一些 是 喂 幾個關鍵的 就是 廣東話字 我不知道怎麼翻譯成為 國語 就是中文 執生 食老 那有時候 香港講話是比較直接 是 沒有那麼遠轉 嗯 可能有些粗聲 粗氣一點 就是好像去一些茶餐廳 某一些冰室 吃什麼 吃什麼 A餐 B餐 C餐 你會牌手說 那麼縮啊 然後拿一些地拖來拖 就是這樣說 有些人覺得 香港人比較自私自利一些 有些 有這樣的黑板印象 在那裡 那你會怎麼看 當時候 香港人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那現在有沒有改變呢 自私自利 我覺得這個 只是某一些事情的表現 就是有些人可能是發展到極端 就會變成自私自利 但是呢 我覺得自私自利的底 其實就是香港人比較現實 嗯 現實的意思就是說 不要跟我說那麼多 就是 算了數先 嗯 不適合數 是啊 不適合數 就是很難豪給你的 對嗎 雖然我們說 自從越南難民 自從後來發展到NGO 在香港成為了一個 就是香港成為了NGO 或者是亞洲區NGO的其中一個中心 嗯 那麼 香港整體來計 那個慈善的表現 在八九十年代一直打後 到二千年左右 都是很出色的 嗯 是願意善心去幫人的 嗯 就是說是願意 無償的 因為這個是捐錢 就是女是創紀錄 然後又說有些什麼的問題 又會發生了 又會是 可能是籌款啊 就是去幫人啊 等等 那麼這個就是 看到其實不是 香港人本質上面 不至於是很自私的 嗯 但是呢 是要他 真正在發責 要他自己 搞得先 搞不定呢 就一定縮一條鋼 就是很自私的 嗯 嗯 因為現實那個 考量呢 香港人是非常非常之 啊 alert 嗯 就是 哇 不要說那麼多 就是現實計算了 如果我有 那就沒所謂了 但是如果沒有的時候 我當然是搞定自己 是啊 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想自私的人性 我想全世界任何的人 就是生意在實 你不可能對自己 完全沒有任何私心 沒有可能 就是什麼輕無滅絲一閃念 這些全部都是假的 是 而真正的東西就是說 香港人真的我會體驗到很多的善心 在裡面 而善心有現實考慮 就是很多人都有現實考慮 而是很實際 就是做事不會跟你無虛 是無實的 嗯 因為是一個商業文化 或者是一種呢 叫做在我們這種環境之下呢 就是一定要靠自己的實力 靠自己的口才也好 言論也好 文字也好 甚至貢獻的一些能力也好 去謀取自己的利益 那我想這件事是重要的 那當然我們還有一個話要說 就是去到今時今日 嗯 有沒有變呢 香港的大環境 大家知道變得很快 嗯 那香港人這種特質 會不會繼續存在呢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再繼續講香港的故事